Standard course HSK 3 欢迎来到中文学习课堂 一起学习HSK 3 级课程吧 HSK 3 级 第十课 数学比历史难多了 第十课我们分为四个部分学习 首先我们学习课文一和二的汉字和语法 现在请大家听老师读课文一和二的汉字 个子 矮 历史 历史 体育 体育 数学 数学 好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词语的使用 首先第一个词语 个子 名词 汉语里我们可以说 请问你的个子有多高? 我姐姐的个子很高 她有一米七 那个高个子的人是谁? 第二个汉语 第二个汉字 矮 形容死 我们可以说 我觉得这个桌子有点矮 矮 也可以用矮 来说一个人的个子 姐姐的个子高 我的个子矮 第三个词 历史 历史 名词 我对历史很有兴趣 妹妹有很多的历史书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第四个词 体育 名词 学校里面有一个体育场 我最喜欢上体育课 第五个词 数学名词 今天下午有数学课 他的数学很好 我的数学不好 好了 现在大家跟老师一起读 课文一和课文二的汉字 个子 矮 来 历史 体育 数学 很好 现在我们来学习语法 大家看 这里有两本书 左边是数学书 左边是数学书 右边是历史书 请问你喜欢哪本书 为什么 数学书 数学书和历史书 你喜欢哪本书 为什么 好 好 数学和历史 好 好 数学和历史 很容易 数学 没有 没有 历史 有 历史 有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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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数学 有 意思 这 这里 我们都用了 比 和 形容 词 这 就是我们以前学的 比 字句 A 比 B 加上 形容词 好 现在大家 来看 这里 有两张照片 左边是什么 对 苹果 右边呢 对 香蕉 这里 有两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怎么读 怎么读 很好 苹果 四块钱 一斤 香蕉呢 对 香蕉 三块 五 一斤 苹果 苹果 和香蕉 哪一个贵 很好 苹果 贵 那 用笔子句 怎么说呢 对了 苹果 笔 香蕉 香蕉 贵 好 我们再看 苹果 多少钱 四块钱 一斤 香蕉呢 三块 五 一斤 苹果 很贵吗 对 苹果 不是 很贵 我们 还可以说 苹果 比 香蕉 贵 一点 或者 一些 很好 我们再来练习一个 左边是我的书 右边是老师的书 我 我有几本书 很好 我 有三本书 老师有几本书 老师有很多书 老师有很多书 对吗 对 所以我们用笔子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老师的书比我的书多 很多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 我的书有三本老师的书有很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可以说老师的书比我的书多 多 多了 或者 得多 好了 大家会问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用一点儿一些 为什么这里用多了 得多 这就是我们第十课要学习的书法 笔子句在形容词的后面 我们加上一点儿一些的多或者多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表示事物之间的差 差别程度 the degree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ings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课最重要的语法 那大家问 一点儿一些的多和多了 一样吗 什么时候用一点儿 什么时候用一些 什么时候用得多 什么时候用多了 我们说 它们不一样 我们用一点儿和一些的时候 它表示差别很小 a slight difference between a and b 我们用得多或者多了的时候 它表示a和b差别很大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a and b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吗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吗 好 我们来练习一下 请你想一想 这两个句子 用笔怎么说 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我们班有十三个女生 十个男生 十三个和十个 它们差别大吗 对 不大 它们差别很小 slight difference 所以我们怎么说 很好 我们用我们班女生比男生多一点儿或者一些 这里我们用一点儿或者一些 这里我们用一点儿或者一些 因为它们差别很小 那这个句子呢 我们班有十三个女生 三个男生 十三个和三个 它们差别大吗 对 它们差别很大 a big difference 所以怎么说呢 非常好 我们说 我们班女生比男生多的多或者多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一点儿一些的多和多了 它们应该怎么用 好 这里有两个句子 A和B 大山一米七五 大卫一米七 用比怎么说 你知道吗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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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比大卫高一点儿 也可以用一些 大山比大卫高一点儿 第二组句子 我昨天八点起床 我昨天八点起床 我今天八点十分起床 你知道用笔怎么说吗 很好 很好 我今天起的笔 昨天晚一些 也可以用一点儿 我今天起的比昨天晚一些 第三组句子 昨天的作业有三个汉字 今天的作业有十五个汉字 用笔怎么说呢 非常好 今天的作业比昨天的作业多的多 也可以用多了 今天的作业比昨天的多的多 好 现在我们看 在笔子句里 用一点儿 一些的多和多了 它们表示的意思 不一样 那它的否定形式 怎么说呢 我们用 我们用没有 加上形容词 也可以在前面 加上 这吗 或者那吗 A 没有 B 这吗 或者那吗 加上形容词 好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你会读这些句子吗 很好 对 这个电影 没有 那个电影 那么 有意思 好 这是它的否定形式 这是它的否定形式 中文 好 好 首先 第一个 它们 它们今年多大了 大卫十八岁 米娜 19岁 马丁 6岁 笔子句可以怎么说 非常好 非常好 也可以说 也可以说 大卫 大卫 林娜 小 一点儿 第二个 它们 有多高 大卫 一米七 林娜 一米六 马丁 马丁 一米八 你可以举一个笔子句的例子吗 很好 好 大卫 比 林娜 高 一点儿 好 第三个 有几本书 大卫 有三本 林娜 有十本 马丁 有五本 非常好 非常好 林娜的书 比 马丁的书 多 的 多 很好 那么 后面还有三个问题 他们的家离学校有多远 他们的杯子多少钱 他们几点睡觉 请你用笔说一些汉语句子吧 好的 非常好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差别很大我们用的多或者多了如果差别很小就用 一点儿或者一些 一点儿或者一些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就是我们 课文一和课文二最重要的语法 当 A和B差别很小的时候 我们用一点儿和一些 当A和B差别很大的时候我们用的多或者多 否定形式里面我们不用笔我们用没有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么或者那的也可以不用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例子 请你用的多数学矮个子和一点儿来完成这五个句子 请你想一想应该用哪个汉字呢 好 我可以用这个照片 一张的照片 这一张照片 我可以用这个照片 一张照片 就好了 我可以用这个照片 对 我可以用这个照片 很多照片 你不用这么多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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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句子 他的什么比我高一点 很好 个子 第二个 北京的冬天比广州的冬天冷 很好得多 第三个句子 我的什么考得不太好 非常好 数学 第四个句子 我的房子比你的房子 对 矮一些 最后一个 这件一百块 那件九十块 这件衣服比那件衣服贵 一点儿 很好 你都做对了吗 课文一和二 开始学习课文 首先 课文一 在教室 朋友说 大山 你和马可 谁 个子高 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 大山 你和马可 谁 个子高 很好 大山 大山说 马可 比我高 我比 马可 矮一点儿 请你跟我读 马可 比我高 我比 马可 矮一点儿 大山 朋友问 那你们谁 大 大山说 我比 马可 大 两岁 请你跟我读 我比 马可 大 两岁 朋友问 你们谁 你们谁 的汉语 说的 更好 大山说 马可 比我 说的 好 一些 我的汉语 没有 他 好 请你跟我读 马可 比我 说的 好 一些 我的汉语 没有 没有 他 好 非常好 课文音 我们练习了 笔字句 表示 差别 程度 比如 我比 马可 矮 一点儿 马可 比 我 说的 好 一些 还有 笔字句的 否定形式 比如 我的汉语 没有 他 好 好 现在 我有几个问题 请你回答 第一个问题 大山和马可 谁高 很好 马可高 马可比大山高 大山和马可 大山和马可 谁大 很好 大山比马可大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他们谁的汉语 说的更好 很好 马可比大山说的好 马可比大山说的好 一些 好 我们再来看课文二 小明说 我喜欢历史课 体育课 不喜欢数学课 同学说 为什么 数学也很有意思啊 小明说 我觉得数学比历史难多了 我听不懂 小明说 请你读 很好 同学说 同学说 别担心 我可以帮你 小明说 好啊 我们每天学 多长时间 同学说 同学说 一两个小时吧 一两个小时吧 合体育课 小明不喜欢什么课 很好 他不喜欢数学课 小明为什么不喜欢数学课 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他觉得数学比历史难多了 他听不懂 同学可以帮他吗 对 可以 他们每天学习多长时间 非常好 他能学习一两个小时 好 现在请大家根据课文一和课文二 来看一看这几个句子对吗 第一个 马可比大山高 很好 对 第二个句子 马可比大山年纪大 对吗 不对 很好 第三个 马可的汉语说得比大山好 对吗 对 第四个 第四个 小明不喜欢数学 对吗 对 很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课文里有两个句子 小明问 我们每天学多长时间 同学回答 一两个小时吧 一两个小时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一个小时 是两个小时吗 好 这里 一两个小时的意思是 可能 一个小时 或者 也可能 两个小时 所以 这是我们 第十课 要学习的 语法二 第二个 第二个语法比 概述的表达方式 approximate number 一两个 意思是一个或者两个 可能一个 也可能两个 好 在 汉语里 相邻 两个 数词 连用 可以表达概述 这就是 汉语里 概述的表达方式 the expression of approximate number 比如 一两 两三 三四 五六 七八 八九 等等 后面可以加上我们的 借词 或者 量词 好 那 是不是 所有 相邻的 两词 两个数词 都可以这样用呢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 九 和十 九 和十 九 和十 在一起 它 也是 概述的表达方法吗? 我们看这两个句子 我有 九十本书 和 我有 九十本书 这两个句子的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表示九十 ninety 这个数量 这个数量 所以 九十 相邻 不能 表达概述 好了 这就是我们汉语里 用相邻数词表示概述的用法 除了 九 除了 和十 别的 都 可以用 现在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请大家 读一读 这些句子 第一个 第一个 我每天学习一两个小时汉语 第二个句子 很好 从小丽家到公司 骑车七八分钟就能到 第三个词 你都喝了三四杯咖啡了 别再喝了 好 在这三个句子里 一两 七八 三四 都表示概述 在数字后面可以用量词 也可以用时间 好 下面 请你用概述来回答 你有多少个中国朋友 很好 从你的国家到中国 坐飞机多长时间 很好 第三个 你家离学校有多远 非常好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三四个朋友 十一二个小时 五六百米 等等 你会用了吗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 这个 数词的表达方法里面 我们用相邻两个数词连用 可以来表达概述 所有的数字都可以 但是 九和十不可以 因为九十表示的是 ninety 这一个数字的用法 好 好了 现在 我们来 练习一下 两三百 没有 比 那么 和得多 这五个 词语 在这个句子里面 怎么使用呢 好 好 这是 大卫和朋友 他们在买衣服 朋友说 大卫说 你看 这条裤子怎么样 朋友说 太贵了 要 快钱 好 我们用 两三百 两三百 大卫问 那条呢 什么 什么 刚才 那条便宜 便宜 便宜 什么 便宜 我自己 便宜得多 非常好 最后一句话 但是他什么刚才那条 什么好看 他 对 否定形式 没有刚才那条 那么好看 好 在这个练习里面 我们又练习了 笔字句的表示程度的用法 还有它的否定形式 也练习了我们今天 学习的概述的表达方法 两三百 所以你都会用了吗 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的第三部分 课文三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课文三 首先我们学习 可文三的汉字 请大家听老师读 我们学习的学习的学习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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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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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 学习 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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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换 换 换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些汉字的使用方法 第一个词语,方便 方便 形容词 汉语里我们可以说 我家前面有一个超市,买东西很方便 也可以说 他住在很远的地方,上班非常不方便 第二个词语,自行车 名词 自行车 我们用量词量 妈妈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 第三个词 骑 动词 我们可以说 你会骑自行车吗? 也可以说 我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 所以自行车 我们用动词 骑 火车 汽车 我们都用动词 开 第四个词 旧 形容词 汉语里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本旧书 那是一本新书 可以说 这台电脑太旧了 不能用了 所以旧和新是一对反义词 第五个汉字 换 动词 比如 你换一件衣服吧 外面太冷了 我想换一个工作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课文三 在休息室 同事说 你最近比以前来得早多了 搬家了 请你跟我一起读 你最近比以前来得早多了 搬家了 小丽说 小丽说 是啊 你不知道 我上个月就搬家了 我上个月就搬家了 走路二十分钟就到 请你跟我读 同事说 同事说 那很方便啊 小丽说 我还打算买辆自行车 骑车七八分钟就到了 请你跟我读 我还打算买辆自行车 骑车七八分钟就能到 很好 同事问 你不是有一辆吗 很好 小丽说 那辆太旧了 要换一辆 很便宜 两三百块钱 请你跟我读 那辆太旧了 要换一辆 很便宜 两三百块钱 两三百块钱 我有几个问题 请你回答 小丽宝 小丽宝 对 他什么时候搬家 他什么时候搬家的 很好 他上个月就搬家了 他家 他家 很方便 他家 很方便 他家走路二十分钟就到 很方便 很方便 小丽要买自行车吗 对 小丽宝 他家 骑车到公司 要买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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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七八分钟就能到 小丽宝 小丽为什么要买自行车 因为他那辆太旧了 要换一辆 换一辆自行车多少钱 很好 两三百块钱 好 现在你看懂了吗 这里有几个词语 七八分钟和 两三百块钱 这些都是我们上节课 学习的概述的表达方式 你还记得吗 概述的表达 是使用相邻两个数词 比如一两两三 三四五六七八八九等等 但是九十不能使用 因为九十表示的就是数字 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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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请大家注意概述的表达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 在这些情况下 用概述怎么说呢 大卫有七本或者八本汉语书 如果用概述怎么说 如果用概述怎么说 七八本汉语书 第二个句子 教室外面有四个或者五个学生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很好 教室外面有四五个学生 第三个句子 昨天晚上小丽睡了十一或者十二个小时 概述怎么说 怎么说呢 对了 昨天晚上小丽睡了十一二个小时 第四个句子 我从家到学校坐车坐了二十或者三十分钟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怎么说呢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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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我从家到学校坐车坐了二三十分钟 好 这些都是概述的表达 这些都是概述的表达 三十五个学生 这个是概述的表达 三十五个学生 这个是概述的表达 三十五个学生 我昨天晚上学习了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 很好 我昨天晚上学习了一两个小时 好 所以数字或者数字后面加上量词还有时间都可以表示概述 好 现在在课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七八分钟两三百块钱就是继续练习了我们说的概述 那么根据课文三这里我们拥有几个问题同学们看对吗 第一个小力上月就搬家了 对吗 很好 对 第二个 从小力家到公司走路只要二十分钟 对吗 很好 很好 对 第三个小力一共有两辆自行车 对吗 不对 好 非常好 那么 现在我们把课文二的一些汉字练习一下 我们学习了方便自行车换八九还有旧 那么在这些句子里面应该用哪一个词呢 请你想一想 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已经有点儿 什么了 我想 什么 一本 对 对 我们用有点儿 旧了 我想 什么 换一本 很好 第二个句子 你哪天比较什么 我们见个面 聊聊天 我们见个面聊聊天 你哪天比较方便 你哪天比较方便 或者你什么时候方便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你有没有时间 这个句子意思是 你哪天有时间 我们见面聊聊天 好 好 第三个句子 我每天早上骑什么上学 骑很好自行车 第四个句子 我昨天晚上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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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点就睡觉了 对 八九点就睡觉了 好,这些词语大家使用正确了吗? 今天学习第十课最后一部分 课文4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课文4 课文4是大山在看房子 首先我们看大山说 这两个地方的房子一样吗? 中介说不一样 您看,学校外边的房子比学校里边的大一些 请你跟我读 学校外边的房子比学校里边的房子大一些 很好 大山说 大小没关系 主要是环境 哪个更安静 请你跟我读 大小没关系 主要是环境 中介说 学校里边的 学校里边的 没有学校外边的 那么安静 请你跟我读 学校里边的 没有学校外边的 那么安静 很好 很好 大山问 哪个方便一些呢? 中介说 学校里边的 学校里边 比学校外边方便 附近有三四个车站 请你跟我读 学校里边 比学校外边方便 附近有三四个车站 很好 很好 好 大家 现在根据课文四 回答这几个问题 对还是不对 第一个 学校里边的 房子 更安静 对吗? 不对 学校外面的 房子 更安静 第二个 学校外边的 房子 更大 对吗? 对 第三个 学校外边的 房子 更便宜 学校外边的 房子 更方便 对吗? 不对 学校里面的 房子 更方便 很好 很好 那么现在 大家看 在课文四里 我们有 三个 句子 第一个 句子 学校外边的 房子 比 学校里面的 大 一些 这个 是 复习了 我们在 课文一和二 学习的 语法 笔字句 形容词 后面加上 一点 一些 得多 或者 多了 表示 A和B的 差异 第二个 句子 学校里边的 没有 学校外边的 那么 安静 没有 那么 用在 笔字句里 是表示 它的 否定形式 Negative 4 第三个 句子 学校里边 笔 学校外边 方便 附近有 三四个 车站 三四个 是我们在 上一节课 学习的 概述的 表达 方式 所以 同学们 你们都知道了吗 好 现在 请大家 请大家 用这五个 词语 来回答 安静 附近 地方 没有 和 主要 在 这几个句子里 应该用 哪一个词呢 我 没有 我 没有 想 我 都 我 我 要 我 还有 我 我 还是 好,第一个句子 这个什么的天气 怎么样 对,很好 我们用地方 这个地方的天气怎么样 第二个句子 请问 有超市吗 哪儿 什么 对 我们用附近 有超市吗 第三个词 我喜欢住这儿 什么是觉得这儿很神吗 对 主要是 很安静 所以最后一个 我觉得今天这里 没有昨天热闹 今天没有昨天热闹 很好 很好 你都回答正确了吗 好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十课 我们学习了哪些新知识 首先 我们学习了很多汉字 课文一和课文二 我们学习了 个子 个子 矮 历 历史 体育 数学 课文三 课文三 我们学习了 方便 自行车 租 旧 换 课文四里 我们学习了 地方 中介 主要 环境 附近 请你记住这些词 它的使用方法 好 第十课 我们还学习了 两个重要的语法 第一个 就是笔字句 我们使用 一点和一些 来表示 A和B的差异很小 我们用 得多和多了 在形容词后面 来表示 A和B的差别 很大 在笔字句中 笔字句中 它的否定形式 我们都用 没有 还可以在形容词前面 加上 这么 或者那么 也表示差别 汉词 汉语里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表达方式 叫做 概述 在汉语中 我们一起不能表达概数 它只表示 90 90 所以不能用90表达概数 好了 这就是我们第十课 学习的知识 关注我们 让中文学习 变得轻松又简单 下几课再见 拜拜